海参算什么的呀 他得吃熊心抱抱懒的 然后他没吹了 为什么呀大爷 他为什么呀 为了钱呀 为什么呀你说呀 您就挺懂的大爷 我懂什么呀 我懂吃饭 很好 这不是广连说那个独球的事来的吗 他跟那聊满事啊 哦 他跟那聊满事 你瞎他 他是什么的干什么的呀 哎呦 国度说让他踢球的 太急 嗯 这里他妈妈让多了去了 叫蒙奶 踢得好就是好 踢得不好就是不长 你这里有毛利没有 有问题没有 多了 哦 你说是不是 那您看他都有什么毛利 你说他有什么毛利 他就为了钱 他得生存呀 是啊 他不生存怎么办 那他不 他这职业 跟那个当工人他是一样 他这边就得干那个 对 是不是这道理 他不为了钱 他不为了生存 行吗 是 那他们不是也没上仲钱 也吃的也挺好的 那是啊 您这个那什么在这儿呢 还能吃的好啊 海参算什么呀 哎呦 他还得吃雄心爆肚腩呢 哎呦 你想想他 是吧 那他不是吃了海参以后 不是也是没有过 海参 海参能算什么呀 他说这拼搏就行 他上海里就行 吃海参 哈哈哈哈 是啊 那您说他们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说 没有这种拼搏的精神呢 他怎么没有啊 嗯 他嘴瓶就在那儿了 他拼搏什么呀 到头了 你看他一下子 踢一场牛 也扯踢舌了 那他也不干啊 哦 是不是这道理啊 对 他得为了生存 哪个水平都不算 根源他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根源就是这么回事 嗯 他踢一场牛 该扯踢舌了 没人理他了 哦 怎么办啊 哦 他不是为了生存吗 嗯 那他应该也是 为了生存 他应该玩命的去拼搏 跟中国的女独似的 这个 跟那个那什么有关 体质有关系 哦 你这体质就是这体质 嗯 是不是啊 你得想想是不是那回事啊 对 你把身层子考虑 啊 踢一场牛 该踢踢舌了 你滚蛋吧 他瞎把麦子吃谁去 是不是啊 你体质就有问题 不是你好好考虑这问题 是不是身层子 你考虑考虑 是不是怎么回事啊 没错 哎 我平时看看足球 完了 不看足球 什么都不看 我跟你说 七段钟要学一下